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妃,她是西班牙最尊贵的女王,但她却在美好的28岁自求于托尔德·西利亚斯城堡中,用40年余生守候一具男尸,她的名字是疯狂的代名词,疯狂背后却是震惊世人的激情与深爱。 公元1496年,卡斯提亚的二公主胡安娜踏上离乡的航船,她将远嫁法兰德斯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子联姻,与亲人告别时,她的眼光略过了兄弟姐妹,停留在一名骑士身上,她是少女情斗初开的懵懂,是胡安娜青涩的喜欢,但她们注定没有结果,就连童话里公主也要嫁给王子,而不是骑士。 胡安娜将骑士送给她的陀螺藏在手心,将这一份喜欢一并封存。 胡安娜从未见过即将迎娶她的夫君,亦不知她的人品,她只知道那个人是菲利王子,这是一场没有丝毫感情基础的政治婚姻。 胡安娜内心十分忐忑,她不知她和菲利王子是否会相爱。 胡安娜的母亲慈爱地托起胡安娜的脸颊,安慰她,联姻是公主的使命,这份使命十分沉重, 但还有幸福的可能。 你需要在众人问起来的时候,说你是因为爱她,才选择嫁给她的。 她教会了胡安娜想要幸福,就要去爱,却忘记了教胡安娜应该怎样去爱。 或许她以为胡安娜能够自行领悟,因为胡安娜是全欧洲最聪明,最漂亮的女子。 她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精通六种语言,尤其擅长音乐和舞蹈,但通常人们会忽略掉她的才情, 因为上帝给了她智慧的同时,还给了她令人艳羡的容貌。 胡安娜的美名远博国内外,她是卡斯提亚人民最爱戴的公主,却不是菲利王子七代的新娘。 9月8日,胡安娜骑马,驾车,行船数月,终于踏上了菲利王子的领土。 菲利没有前来迎接,她是欧洲王室公认的美男子,也是一个风流浪子,年纪轻轻便已岳女无数,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高贵的,低贱的,什么样的女人她都见识过,也丝毫没有将胡安娜这个异国公主放在眼里。 此后一个多月,胡安娜的送亲队伍辗转多个城市,追寻菲利王子的脚步。 一路周车劳顿,胡安娜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可怜的胡安娜因为母亲年迈,不能亲自送嫁,就要遭受这般委屈。 终于,在布鲁塞尔,胡安娜追上了菲利,彼时菲利王子正在领地内狩猎,大病出狱的胡安娜在她的行宫等了一夜。 胡安娜此时并不知道,这一路的追逐与等待,就是她以后的人生。 该怎么形容这场相遇,他们脚踩清晨,在行宫碰面。 在互相看清彼此容貌的那一刻,胡安娜忍不住颤抖。 菲利太过强大,与生俱来的野性气息,让胡安娜忘记了还要宣读母国的信件。 菲利也同样压抑着呼吸,或许她有点后悔,没有亲自去迎接胡安娜。 幸好这位美丽的公主没有因为她的怠慢而跑路,幸好国王指定胡安娜是她的妻子, 幸好胡安娜是菲利的囊中之物。 菲利的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容,当胡安娜送读完,她捡起那封滑落的信件, 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吻了胡安娜。 然后她盯着胡安娜的眼睛说,公主和我要立刻成亲。 距离结婚典礼还有一周的时间,菲利已经等不及了, 她将胡安娜打横抱起,迫不及待要和胡安娜独处。 这举动如此大胆,如此失礼, 仆人随从都十分惊讶,却无人敢提出异议。 没有人能反抗强大的菲利,只有胡安娜能够拒绝。 可胡安娜还未从菲利带来的震撼中清醒, 她不知所措地点了头,任由菲利将她抱进了卧室。 一连七日,菲利身体力行证明自己的喜欢。 那年胡安娜十七岁,菲利十八岁, 她们初次相见便已是惊天动地。 菲利毫无掩饰的欲望和战友, 让胡安娜以为菲利爱她。 只要胡安娜也爱上菲利, 她们就可以做一对幸福的政治联姻夫妻。 事实上这也很容易, 因为她对菲利本就一见钟情, 再加上一国他乡,无依无靠的胡安娜更加迷恋菲利。 或主动或被动, 胡安娜一次次在床尾间沉浮, 欢爱到眩晕之际, 她以为这就是幸福。 不久她就为菲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生产这一天菲利守在门外, 开心地给小公主命名, 而后马上去关心她的妻子。 卧室门被推开的那一刻, 胡安娜笑着张开了手臂, 她对她是那样的依赖, 诞生于激情的爱意是热烈的, 可激情会渐渐消散, 爱会逐渐积累。 胡安娜更加频繁地所爱, 但菲利却学会了推脱, 她厌倦了胡安娜的纠缠, 尽管她还会关怀胡安娜, 但她的攻势越来越多。 胡安娜体会到了激情褪去后的失落, 但快乐的日子还在继续。 在王宫的歌舞生平中, 胡安娜不停地声誉, 她这一生为菲利生了六个孩子, 连婆人们私下里都调笑她, 是一头疯狂下载的母牛。 甚至有一次, 她在跳舞时突然停下, 跑到厕所生了一个孩子, 没有呻吟和哀嚎。 生产结束, 胡安娜向仆人要了根绳子, 镇定地咬断了婴儿的臍带。 而此时, 菲利正和别的女人跳舞, 一个爱得太过热烈, 一个爱得太过寡淡, 她们一开始就不平等, 而今这种不平等愈演愈烈, 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所有。 1504年11月24日, 死神夺去了胡安娜母亲的生命, 卡斯提亚失去了她们的女王。 娘家人派出的骑士将这个消息带到时, 胡安娜内心悲痛。 造化弄人, 出嫁时的送别竟是永别, 但胡安娜却表现出了十分的冷静。 她是纵情享乐, 醉生梦死的王妃, 也是西班牙最体面的公主。 胡安娜镇定地安排好一切, 带着满腔悲伤去找菲利, 此时她最需要她的安慰。 胡安娜来到菲利的小猎屋, 门口的守卫一反常态拦住了胡安娜, 直觉告诉胡安娜, 菲利正在做不好的事情。 果真, 她看到菲利和另外一名女子在床上浑身赤裸。 胡安娜撞见了菲利的背叛, 可菲利却没有丝毫的愧疚, 她淡定的穿衣, 看起来是那么的恬不知耻。 的确, 那个时代的男人可以不觉得羞耻, 他们有处处留情的特权, 反倒是胡安娜的想法有点惊世骇俗。 菲利借口国事推托胡安娜时, 胡安娜说, 我的丈夫首要责任是让我幸福, 她对菲利抱有纯真的幻想, 是全身心的爱, 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浪漫。 可现在, 梦幻的生活破碎了, 胡安娜对菲利爱得有多深, 现在就有多愤恨。 她用尽脑海中所有的词汇, 斥骂菲利的无耻, 可菲利却说, 你疯了。 是的, 胡安娜是疯了, 她要是不疯, 怎么会对菲利这样的疯流浪子一见钟情? 她要是不疯, 怎会一次次放下公主的尊严向她所爱? 她要是不疯, 怎会感觉嫉妒和心痛? 如果她疯了, 一定是因为太爱菲利。 胡安娜像一条母狗, 趴在床上狠狠地绣着被褥上残留的气味。 她追问菲利, 那个女人是谁? 菲利拒绝回答, 她要袒护那个让胡安娜心碎的女人。 半生顺遂的胡安娜一日之间经历了母亲的死亡和爱人的背叛。 她赖以为荣的两分依仗同时夸她。 胡安娜倒情愿自己疯了, 至少疯子不会心痛。 胡安娜冲进雨中扮演一个疯子, 大声宣毒发生在她身上的不幸, 可当她跌倒在地, 任由雨水和泪水一起划过脸颊时, 她才发现, 她不但不会疯, 而且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 她还想做菲利的妻子。 这份惊天动地的激情已经以爱为名, 烧成了熊熊烈火。 这份爱太过炙热, 以至于多大的雨都浇不灭, 她这辈子都要与她纠缠。 巧的是, 胡安娜有着资本。 胡安娜的哥哥、 姐姐相继去世, 他们的孩子也没活下来, 胡安娜顺理成章成了拉斯提亚的储君。 由异国之领土做筹码, 胡安娜有十分的信心, 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权利。 胡安娜通过气味, 发现了菲利的情人就是自己身边的侍女。 她气势汹汹地剿掉了红色的长发, 等候菲利的兴师问罪。 只有用这种方式, 菲利才愿见她。 因为爱, 她拿起参刀抵住菲利的脖子, 又因为爱, 她躺在地上掀起裙子, 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 胡安娜想要的只有菲利, 只要能够留住菲利, 她愿意将王国相让。 时隔多年, 胡安娜带着菲利一起回到了故土, 卡斯提亚的人民热烈欢迎他们年轻的君主, 机灵的人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菲利是一个情种, 她想要摆脱占有欲强的胡安娜, 想要摆脱拉斯提亚的女王。 然而, 他们的女王截然相反, 她将宫中的侍女全部换成丑女和贵族之女。 她让心腹大臣听命于菲利, 并派人跟踪菲利。 仿佛这样就能让菲利只爱她一个。 胡安娜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步步紧逼, 封锁菲利爱上别人的可能。 步步紧逼的后果就是菲利对她愈发抗拒。 每天下午, 菲利都要借口打猎出去溜达, 溜达一次至少三个小时。 只要菲利不在胡安娜的身边, 胡安娜就坐立难安。 她站在城头, 像个普通妻子一样翘首以盼。 待菲利背着剑弓回城, 胡安娜便跑下城楼, 扑进菲利的怀中。 可当一个人的心不在了, 又如何能留得住她的人呢? 菲利还是喜欢上了一个舞女。 聪明的胡安娜什么都知道, 她再退一步, 不求菲利能像她一样爱得热烈。 只要菲利配合她自欺欺人, 可菲利连这个愿望都不满足她。 胡安娜朝菲利打了两巴掌, 菲利毫不留情地缓了回去, 民众的眼睛看着女王和国王打架。 他们以为接下来会有一场大战, 但胡安娜却扑进了菲利的怀里, 紧紧抱住她。 既然你不愿, 那我就再退一步, 我希望你能允许我爱你。 卡斯提亚的子民都在为他们的女王感到不值, 浪子菲利配不上胡安娜的爱, 可情情爱爱什么的, 向来只有心甘情愿, 没有配不配。 菲利就是胡安娜的结, 这辈子她都跳不出来了。 为了切断菲利和武女的联系, 胡安娜迁聚到了布格斯, 当菲利推门进来与她拥抱, 胡安娜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她想重新努力唤起菲利对她的爱。 殊不知武女已在菲利的帮助下改换了身份, 变成胡安娜身边的一个侍女, 每日在胡安娜的眼皮子底下耳边撕抹, 都说嫉妒是爱的半生品。 胡安娜深以为然, 她每天都要承受着嫉妒的折磨, 听说有个叫碧翠斯的侍女, 知道能够引起嫉妒的咒语, 胡安娜便将她找来, 异国之主迷信怪力乱神, 天知道这有多荒唐, 可万一挽回了菲利的心呢? 胡安娜把青梅竹马的骑士叫到寝宫, 半是引诱, 半是命令, 让她牵起了自己的手, 胡安娜的目光紧紧盯着大门。 当菲利愤怒地斥责她, 并降与骑士惩罚时, 胡安娜的嘴角不可抑制地上扬, 她因菲利的嫉妒感到高兴, 但胡安娜这份 以葬送竹马前程为代价的实验, 却只是菲利的一场表演, 背地里, 菲利已与胡安娜的父亲联手, 意图囚禁胡安娜, 夺取卡斯提亚的政权。 城中见起谣言, 卡斯提亚的女王精神不正常, 已经疯癫得不能执政, 这谣言, 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御医遥遥地望了胡安娜一眼, 她确信胡安娜没有精神病, 她只是做了一件世人无法接受的事, 这世间爱到极致的女人很多, 她们有的卑微, 有的坚强, 有的疯癫, 她们在情爱和生活中难得美满, 就需要一个超人的标杆, 她们的女王应该果敢睿智, 将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胡安娜只想做菲利的妻子, 她将政治智慧用于于菲利的情爱博弈, 将政治手腕用于抓菲利的小三, 胡安娜截获了一封信, 是武女写给菲利的, 信中说她已经成了胡安娜的侍女, 她已经退到了布格斯了还不行吗? 一想到菲利在王宫中拥抱着别的女人, 胡安娜就觉得自己要发疯, 她要将王宫中所有的侍女都叫过来, 一一写字, 对照笔记, 是要抓住可恶的武女。 胡安娜在寝宫发疯的时候, 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也浮出了台面, 菲利召集大臣要他们联合签署一张女王以封菲利掌权的联合声明, 忠心耿耿的卡斯提阿旧臣认为这是菲利的阴谋, 集体求见胡安娜, 要亲眼辨别谣言的真实性, 可胡安娜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言辞恳切地请求胡安娜逐理朝政, 而胡安娜只顾着抓小三, 当教胡安娜嫉妒众女的侍女承认她就是武女时, 胡安娜的愤怒和嫉妒达到了峰值, 当着群臣的面, 她抢走士兵的剑, 要与侍女决斗, 那疯癫的样子, 看呆了众人, 他们相信胡安娜疯了, 她终究还是如了菲利的愿, 她要江山, 她便给她江山, 胡安娜可以给她想要的一切, 除了美人和自由, 可是菲利执政之后, 一定会囚禁胡安娜, 然后和武女光明正大的私混, 老臣一句话点醒了胡安娜, 她换上最华贵的礼服, 在菲利即将登上王座的时候, 闯进内阁, 她用高昂的头颅和避夷天下的姿态宣告, 她是卡斯提亚的真正掌权人, 是卡斯提亚最尊贵的女王, 乱臣一一被她降服, 然后胡安娜命人打开了大门, 浩荡的民意涌进内阁, 匍匐在胡安娜的脚下, 他们甘做女王永远的仆从, 为菲利疯癫又为菲利清醒, 这是何等的热烈的爱, 胡安娜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做菲利的妻子, 可老天不给胡安娜这个机会, 菲利染上了花柳病, 浑身长满了戒疮, 奄奄一息, 这是命运将于菲利不忠的惩罚, 却让胡安娜更加心痛, 她放下女王的尊贵, 亲手剪开菲利的衣服, 亲吻她的戒疮和脸颊, 她爱任何样子的菲利, 深情的, 无情的, 活力的和病弱的, 只求老天能让她和她相守一生, 胡安娜请来了所有的医生, 只要他们能救菲利, 她愿意将王位拱手相让, 她甚至想起为武女, 她试图用别人的爱, 把菲利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树倒胡孙散, 这个乱臣贼子美女佳人, 一个个离菲利而去, 她的身边只剩下胡安娜, 菲利爱过胡安娜, 后来她开始厌烦胡安娜的 黏人的纠缠和独占欲, 于是她想逃离, 可死到临头菲利才发现, 真心爱她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胡安娜, 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菲利放下逃离的念头, 才窥探到她隐藏在心底的爱和愧疚, 只是这份醒悟的爱太晚了, 她做了太多伤害胡安娜的事, 死前她想得到胡安娜的原谅, 菲利呢喃着, 请原谅我, 在悔恨中去世, 胡安娜这一生只求菲利一人, 菲利死后, 胡安娜也无心王位, 她的父亲成了最大的赢家, 掌控朝政, 将胡安娜囚禁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城堡, 这个结果胡安娜并无异议, 与其说她是被人囚禁, 还不如说是甘愿自求, 余生她只想陪伴着菲利, 那年胡安娜28岁, 她命人将菲利做成木乃仪, 放在城堡隔壁的修道院中, 却不允许任何一个修女接近菲利的遗体, 每天她都会去和菲利单独待在一起, 亲吻她已经干瘪的嘴唇, 时间长了, 菲利的血肉渐渐腐化, 曾经的欧洲第一美男只剩下一副枯骨, 胡安娜一如既往爱着菲利, 在别人看来, 胡安娜真的疯了, 可能还有点练尸屁, 但只有她知道, 她无比满足这样的日子, 她和菲利可以整日在一起, 再也没有其他女人来和她争抢, 爱恨纠缠十一载, 她背弃国民, 放弃王位, 丢弃竹马, 终于换来与她相伴一生, 胡安娜在这座王宫, 孤独且满足地生活了四十年, 她六个子女, 各个尊贵, 强壮, 全部都是国王或王后, 但为了权势, 没有一人愿意解除胡安娜的幽禁,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 胡安娜没有一丝恐惧, 因为死亡会带她和菲利相见, 垂垂老矣的胡安娜, 缓缓地坐在椅子上, 深情地看了一眼菲利的画像, 闭上了眼睛, 中年七十五岁, 电影《疯女胡安娜》, 改编了西班牙第一代王朝的历史, 却仅将历史化为背景, 着重表现情感, 讲述了胡安娜为爱痴狂的一生, 一个天之娇女, 先后经历丈夫和儿子的背叛, 从尊贵的公主, 女王变成王宫的囚徒, 所谓不过一个情字, 她的故事影响如此深远, 以至于后世几个王朝, 都沾染上了放纵和情欲的气息, 其中, 胡安娜的女儿玛丽依是最甚, 她同样爱令至婚, 一手制造出了一段英国的血色历史, 血腥玛丽便由此而来, 但在胡安娜所处的时代, 她的感情无处发泄, 她的呐喊无人倾听, 她的行为让人觉得疯狂, 以至于她的名字, 在某些语言里变成了疯狂的代名词, 如今后世感慨她的疯狂之时, 也会留下一声声叹息, 公主王孙又如何? 爱错了人, 谁能落下好结果?